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有各种可能 但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供给跟需求同时增加的时候 均衡数量一定增加 但价格不一定 或者是供需同时都减少的时候 均衡数量一定要减少 但是价格也不一定 如果是供给增加 需求减少 那价格一定要下降 数量就不一定 反过来讲 供给如果是减少 但需求增加 价格就一定上升 数量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的理由在于它们移动幅度的大小 就能够决定最后的结果 而供需两条曲线的变化 几乎可以解释所有日常生活我们所见到的经济行为 我们说供需变动的状况 用图形来解释 如果需求增加 供给固定 这个供需模型 需求增加 变成D' 供给固定 我们会看到价格上升 数量也增加 如果需求减少 但是供给固定 那我们就会看到价格下降 数量减少 如果是供给增加 需求固定 我们就可以看到价格下降 数量增加 如果是供给减少 那就是价格上升 数量减少 如果是同时变动 各位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的左边 供需同时都增加 但是需求增加多 这个比较多 供给增加少 所以从1点到1'点 我们看到 数量是增加的 价格也上升 我们看右边这个图形 同样是供需都增加 但是供给增加很多 需求也增加很多 这个时候的均衡点 从1点到1'点 它的变化幅度 就和左边不一样 各位看左边的图形 数量是从16到26 这边增加4个单位 价格从20到40 增加20个单位 但右边这个图形呢 数量增加16个单位 价格呢 增加4个单位 所以 因为供给也增加很多 所以数量增加比左边多 但是价格上升比左边少 我们如果再讲更极端的例子 各位看 如果说供给线跑来这边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说本来从 S 变成 S' 这个就变成 S' 均衡点就从 E 跑到 E' 点 各位比这两点你可以看到价格甚至是下降的 为什么 因为供给增加非常多 所以供过于求 价格一定要下降 由此可见 如果当供需同时都变动的时候 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状况 我们接着来讨论供需模型中的经济剩余 经济剩余是 Economic Surplus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讲 经济剩余就是 所有理性个人所追求的最大的目标 所谓的经济剩余还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消费者剩余 一部分叫生产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的保留价格 减去市场价格 生产者剩余是市场价格 减去生产者的保留价格 按照定义来 所以生产者剩余跟消费者剩余的家种 就是整个经济剩余的全部 这就是第一章讲的东西 如果供需模型的经济剩余 达到最大化 桌上就没有现金留下来 这就是所谓的no cash on the table 意思是所有的利益都被取禁了 或者说额外的销售或购买 不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剩余 这个时候是最大的经济剩余 就是最四化的时候 就是各位如果还记得 我们在第一章讲的 NB等于MC 它是Optimal Decision Rule 这时候是最四化 说明还是一样 我们给一条供给线一条需求线 横走是数量 重走是价格 这是均衡价格那一点 这是NB等于MC那一点 因为供给线背后是MC 需求线背后是MB 所以这个就是最四点 而这最四点会决定一个 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所以在这个均衡价格之下 对谁都一样 我们在第一章讲说 这整个三角形加起来 是经济剩余最大化 给定NB等MCE那一点达到的话 但是这个三角形 其实分给两部分的人 面对这个均衡价格 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在这儿 是它的revision price 就是NB 所以它保留价格跟 实际上面对的价格之间 这个部分就是归给消费者的 消费者赠予 跟这个对照的是生产者 它面对市场价格 在这儿 但是每一个生产者 它的生产的编辑成本都不一样 或者是同一个生产者 它每一单位的编辑成本都不一样 所以这边这个三角形加重 是生产者胜余 所以这是消费者胜余 Consumer surplus 这边是producer surplus 给定前面我们谈的 这个其实归结的背后 就是效率原则 也就是当你的财务供需 是optimal的时候 剩余就会最大化 所以均衡是NB等MC 保证总剩余的极大化 只有这个地方是聪明的 其他都不是 这是所谓smart for one down for all 但是工序均衡 真的就保证是最聪明的那一点吗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 假设没有外部性 可以回想200多年前 经济学家还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都认为 社会最次化 跟个人最次化 两者并配而行 但实际上 当外部性存在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NB等MC 是最次化的结果就不成立 也就是说 效率原则的前提是没有外部性 边际成本跟边际效益 忠实反映供给者 跟需求者的机会成本 什么叫外部性呢 就是非本意所在的行为 影响到他人 我们从第一章讲到现在 所有的经济行为 都是基于智力东西出发的 而且个人最次化的追求 都是理性个人的行为 但是有些时候 个人行为可能影响他人 但是不是他本意所在 例如说 我们讲 排放污染 或者是个人行为不减 这都会影响到他人 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去影响 某一个特定人吗 不是 他知道会影响到别人 他不知道会影响到谁 受影响的人就吃亏了 所以这个就是外部性 跟之前我们谈的经济行为不同 之前经济行为的对象 都是特定人 比如说供给需求 你要卖给谁 你要跟谁买 都是特定的 但是在外部性的情况下 你的行为影响了他人 这个人是你不知道的 也不是你本意的所在 所以 如果是有污染 或是行为影响到他人 是行为不减的行为 这个就是带来的成本 我们叫外部成本 有些时候 你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效益 超过你自身所需求的效益 例如说施打疫苗或受教育 我们都知道打疫苗 比较不会感染传染病 也都知道受教育对自己有好处 但是打疫苗 同时可以让别人 比较不会受传染病的影响 因为你已经不会带病传染别人 受教育也对别人有好处 因为如果你说过教育 也许你可以发明新东西 救很多人 或者是你比较好沟通 比较不会跟别人争执 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就这是正的外部性 所以 我们前面讲那些供需模型 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的MB等于MC 是社会最事化那一点 其实它有个很重要的前提 是 外部性不存在的时候 外部性是这一个课的第十章要讲的 我们现在要先记得说 MB等MC是最事化 它的前提假设 是没有外部性 那个是均衡原则 当供需均衡的时候 就没有未开发的机会存在 但是 如果是集体行为 可能就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比如说 集体农场 共同生产 类似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能会有人摸鱼 不认真 占别人便宜 这个时候 你的行为 不会忠实反映在你的生产 或你的需求上 那这个时候的均衡点 就未必是 社会最事化 当然这个情况 现在比较不容易发生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什么时候现在还有 共同生产的行为 现在还是有的 但是不是一般的 私人部门 或商业行为 同样的 外部性也会带来 类似的偏目 我们前面刚刚讲 外部性 就是当你的行为 不会真正反映你的 marginal benefit 或你的marginal cost 这个时候的供需均衡 当然就不是 我们的第一章 所强调的 社会最事化 所以呢 唯有当所有的成本跟效益 都切实归属于 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也就是没有外部性的时候 均衡原则才成立 也因为这样 所以各位看到 不管是各种类型的管制 租税 罚缓 补贴 原则上都是为了消除这些 达到效率原则 和均衡原则的可能阻碍 让这个市场更接近 效率结果和最事化 我这举几个简单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管制污染 为什么要管制污染 因为如果没有管制污染 你就会倒很多垃圾 到不该倒的地方去 透过政府的管制 垃圾才不会乱倒 才不会影响到别人 才不会带来外部性 另一个状况是补贴 各位都知道 在台湾所有的教育 的阶层都是补贴的 不管任何一个阶层的学校 尤其是大学 当然国民义务教育 就不用谈了 公私立大学都受到 政府的大量补贴 为什么要补贴 因为每个人受教育 带来的边际效益 超过他自己愿意付出的 所以社会必须补贴 他所带来的额外的效益 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效益 就会以补贴的形式来呈现 我们再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说供需改变 价量的关系 的这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台风天之后菜价会变贵 但是为什么 冲的价格在台风天之后 会特别特别贵 我们都说 菜经菜图 台风天的时候 菜会变贵没有错 所以如果用工区模型来看的话 你说台风天之后菜变少了 会变贵没有错 数量会变少 但是一般菜很少贵到一公斤 这么贵的 这个一公斤批发价是三四百块 就代表着零售价 一台斤是三四百块 为什么会这么贵 为什么其他蔬菜 不会这么高的价钱 怎么用图形来表达这个现象 各位想 葱跟其他菜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假设台风天来 叶菜类变贵 有很多其他蔬菜可以选择 根筋类的 豆芽菜 或者比较不怕下雨的蔬菜 你可以去选购这些东西 但是 葱有个特别的情况 是葱没有其他蔬菜可以取代它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 就是葱的替代品非常少 替代品少的东西 它的需求线长什么样子呢 长近乎垂直的样子 所以 如果吃替代品很少的 的产品 当它的供给线变少的时候 供给变少 它的价格上升的幅度就非常高 因为它没得躲 它非要买不可 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今天的需求线是这个样子 这是另外一条需求线 这是一般蔬菜需求线 当台风天来了时候 供给变少 它的价格不会上升那么多 只有这样子 但是数量会减少 对葱的需求 几乎没有减少 因为葱没有替代品 你不能说 做葱油饼就不放葱 一般大饭店 它做菜一定要放葱 所以没有替代品的东西 需求线特别陡 而这个就会让它在 供给线的反应上面 特别敏感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有哪些东西 是比较没有替代品的 没有替代品的柴货 都有类似状况 替代品少的 传统课本的标准例子 是我们吃饭用的盐 做菜用的盐 盐是没有替代品的 当然救命的药 也是没有替代品的 乃至于一般的 烟酒会上瘾的东西 槟榔 都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给定我们 第五章讨论的供需模型 我们做供需模型 看来无所不能 但是什么时候 供需模型没办法解释呢 或者是供需模型 没有着力之错 各位就去想 什么时候 不是透过市场供需 不透过市场供需来决定 多数的私人企业 都是市场供需决定 那不是私人部门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再来 如果供需模型 一般的心目中都是存在的 为什么有时候需求会过多 有时候供需会过剩 为什么供需 常常会失去 它应该有的那个准头 不会在维持一个 稳定的数量跟价格上 当然有很多其他因素 例如说从容产品的供给来讲 就是天气的影响 超过人力的影响 从需求来看 有很多是外力的行为造成的 包括预期的心理 新闻的影响 各种不同的讯息带来 人们决策的改变 都有可能 重要的是 有时候人们不晓得 其他人有多少需求 也不晓得有多少供给 就是因为 供需的量 不知道 价格是知道的 但是量不知道 这也是为什么 供需总是 会有各种不同变化 再来 供需都是立刻实现的决策吗 有没有时间落后的问题 需求 好像是你现在要就可以买得到 不一定 有时候你要的东西 现在没有得卖 我们说有行无事 或者是你想买没有钱 供需更是容易理解 我常说 要卖 一本书也许很快 要攻击 一个大学生 就需要花四年的时间 所以 供需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决策 最后我们说 供需模型依赖的前提假设 是没有外部性 外部性存在是否普遍 各位可以想想看 外部性的存在普遍不普遍 是常见的状况吗 还是特别的例子 这问题我们要等到第十章再来回答 但是各位可以现在放在心里面 想想看这个情况 是不是普遍的存在 所以整个第五章我们都讲完了 我们谈的是供需模型的名词 我们要区分供需量和需求量的变动 这是movement 线上的移动 但是我们说供需或需求的变动 这是shift 这是整条线的移动 那我们讲供需的同时变动 我们讲不同柴火间 价量关系的对照 我们这边讲的就是替代跟互补 还有正常跟劣等 所以所得跟财获需求的关系 就是正常财跟劣等财 我们也谈了供需 同时变动带来的 在模型中的经济隐含 还有追求最大经济剩余 前提是效率原则 均衡原则的达成 乃至于没有外部性 最后我们讲了几个例子 说明供需影响价量的情况 会因着产品的特性而不同 尤其是没有替代品 缺乏替代品的东西 它们的供需的模型的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